这个胖叔头戴面罩 身披围裙 紧接着来到躺着昏迷大爷的浴缸前 将一桶液体往对方头上浇去 这居然是在用硫酸给人洗澡 一眨眼功夫 大爷就成了一架骷髅 没错 这个胖叔是个连环杀人魔 专门绑架路人 给自己组建家庭 女儿 老婆 岳父 不管哪个亲戚 只要他想都能弄来 这不刚把大爷骷髅做好了 但肉还粘在上面 要先冲洗一遍 接着炖在锅里好好消毒 人家做的骨头汤跟你做的好像不太对呀 消毒好后 一副完整的骨架摆在桌上 再用铁丝把一根根骨头串起 立马就把岳父做出来了 胖叔看着这一家和睦的样子 别提多开心了 就是别人看来完全是个变态 这天隔壁搬来了一对夫妇 金发妹和大帅 两人曾经有个女儿 但因为得了癌症去世了 所以两人才患了新地方生活 而大帅不仅饱受丧女之痛 还患了性无能 真的是男人之痛呀 晚上两人回家时 不小心撞烂了胖叔的邮箱 本来想着上门道歉 但怎么着都没人回应 只好开车走人 其实胖叔一直都在角落窥视 生怕两人发现邮箱中的骷髅头 隔天夫妇再次上门道歉 胖叔修好邮箱 也招待了他们进屋 三人聊得十分开心 胖叔却因为单身太久 寂寞难耐 居然做起白日梦 觉得金发妹在勾引自己 这下可好 胖叔又有了新目标 第二任老婆就是你了 这个胖叔很有孝心 还会亲自给老母亲洗澡 但这洗的哪里是人 是一架血肉模糊的尸体啊 这个连环杀人魔太变态了 晚上 邻居夫妇邀请胖叔吃晚餐 几杯酒下度后 金发妹无意间道出 老公大帅不给力 导致夫妇俩关系不融洽 胖叔这一听 内心都乐坏了 说不给我钻控 好下手吗 为了验证这个事实 吃完饭后 胖叔还特意溜到后院 看到夫妻俩在吵架 果然夫妻不合 是真的 胖叔回到家里和老婆表示 自己要修了她 找第二个老婆 本来两人就快大吵起来 但胖叔看在女儿就在一边 也只好忍住火气 不让女儿幼小的心灵 受到伤害 睡前女儿表示 自己想要个姐姐 胖叔一听 没问题 明天就给你弄个过来 说完 胖叔便哄着女儿入睡 然而 他一直抱着的是架女孩骷髅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胖叔是个连环杀人魔 他来到校园外 准备物色新目标 只为替自己的骷髅女儿 找一个姐姐 这个女孩虽然看似文静 但内心根本就不纯洁 不合适 下一个 这个女孩抽烟烫头 又喝酒 虽然是个好女孩 但还是不合适 唉 接下来 这个女孩讨厌生活 讨厌一切 自卑到了极点 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找他了 胖叔开车 一路尾随对方 结果跟得太入迷 一不小心就出了车祸 撞得脑袋鲜血直流 眼见这么多热心市民 尾上来 他也只好放弃下手的机会 因没有成功作案 胖叔很是气愤 想着绑走邻居大帅 把他的老婆金发妹 占为己有 但两人家离得实在太近 怕警察上门调查 发现他的秘密 也只好把想法憋在心里 然而转折点却出现了 几天后 胖叔发现一辆警车 停在夫妇俩家门口 一问金发妹原因 这才知道 大帅居然失踪好几天 胖叔一听 心里乐得开花 这不是天助我也吗 一番PUA下来 成功说服金发妹 晚上去自己家吃饭 有了下手的机会 胖叔立马将自己的 第一任骷髅老婆 抱进地下室 紧接着 晚上金发妹如期赴约 谁知开门迎接她的 居然是一堆骷髅家族 这下可把金发妹吓了一跳 人家都是热情好客 你这是冷情好客啊 随即 胖叔立马抓住金发妹 试图将其勒死 但金发妹身手敏捷 从她的魔爪里逃了出来 然而大门紧锁 根本逃不出去 胖叔紧随而至 再次抓住了她 眼见金发妹 就要没命时 居然是大帅出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 胖叔苏醒过来 眼前是穿着手术服的夫妻俩 而他则被绑得无法动弹 此时 大帅道出了真相 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追踪 胖叔这个连环杀人魔 因为他们的女儿 并非死于癌症 而是被胖叔杀害的 女儿现在 就是他们家里的那具骷髅 两人费尽心机 给胖叔下了各种圈套 夫妻不合 大帅失踪 都是骗他的 这下才成功把胖叔给抓获 紧接着 大帅将一根铁管 伸入胖叔喉咙 里面装着的都是硫酸 你不是喜欢给人硫酸洗澡吗 那你也来试试 体内给硫酸洗澡吧 这下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部剧集 令人体会到了反转的魅力 本来以为是不普普通通的 惊悚剧 没想到最后这下反转 真是让人直呼过瘾 之前埋下的伏笔 等到最后一刻才揭开真相 那么小伙伴们 又是否猜出了结局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 出自恐怖大师 第二季 第二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